好,来一个Dymos 好,出现这个不同名变量和同名变量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咱们定一个负类 classfather f-a-t-h-r father father里面有一个叫做int number1等于10 然后再来一个class 继承了这个father f-a-t-h-r 然后它这里面也有一个变量 叫做int number2等于的是20 然后再有个方法叫public public void print方法 print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我干嘛呢 要打印一下 sysm.out.println number1 然后sysm.out.println 然后来个number2 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创建这个儿子的对象 好,sysm.println s负类出现了同名变量 负类里面呢也有一个int number2等于的是30 那么现在我问的是我们输出这个结果啊 那么number1这个不用不用去猜 因为只有一个number1对不对 那输出结果肯定是谁 这肯定是10啊 现在呢我们有一个number2 number2负类有一个30 子类有一个20 那问输出结果到底是30还是20 大家猜一猜 这个呢是10对不对 好,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多少啊 好,我相信有同学已经猜对了啊 我来编译一下 编译运行 大家看多少 10,20 为什么不是30啊 为什么没有输出这个30啊 对,你说对了啊 它叫做就近原则 我子类有 我就不用什么了 是不用负类的了 就近原则 就近原则 子类有就不用负类的了 这能明白吧 哎,负有 我就不用负类的了 但是呢 这个只是我们在讲课中举这样的例子啊 就是子负类出现了同名的变量 子负类出现同名的变量 只是在讲课中举例子有 在开发中 在开发中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情况的 为什么 因为你想啊 子为什么继承负 子继承负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使用负类的东西啊 那你负类中都有 Number 2了 你自己还定一个干嘛呀 明白这话意思吧 哎 好 那么子类 进程 负类 就是为了使用负类的成员 哎,无论是成员变量还是成员方法 就是为了使用负类成员 那么如果定义了同名的成员变量 哎 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 听到这话意思吧 就是负类已经定义完了 你子类就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不用想着说 你非得这个在自己再定一个 对不对 那有同学说了 说老师那你负类私有的呢 刚才咱们不说了吗 如果负类私有的话 是不是肯定要提供赛的盖的方法呀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获取到他的赛的方法去修改质 然后获取到他的盖的方法去拿到这个质 能明白吗 好 那么这就是不同名变量和这个同名变量 好 这个质点呢 咱们在这保存一下